我 妈妈 今天是情人节对不对 七夕 七夕情人节 然后我就想当着你的面 我说 我和小燕 从以前到现在 差不多也快一年了 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然后我就想说 最近我们把 那个 日子定了 我们就 我想 我想 徐小燕 就跟他结婚了 就 不管他舅舅怎么想 那就小燕不回去 我们就在这外面 举行一个婚礼 那舅舅来找我们怎么办 他舅舅找不到我们 管他批 批 批 舅舅 关我们什么事 对不对 我们结婚证现在领不了 小燕年龄不够 我先和小燕 办一个酒席 先给他一个好的人 订婚 先订婚 订婚是不是要 订婚 订婚是不是要回去找你的宝宝宝宝宝 你把这个打开 你之前跟我说那个事 你说不是你请的那个 要不要当着直播间的面就说 小燕有个事 想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说 你要说就直接 要不就说了 要在这说 啊 你我觉得当着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面 你就直接说 要不要说吗 说 我说呀 啊 我们 一起说 给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说 说了没啥 我觉得没事 如果他们叔叔阿姨他们觉得有什么 那大不了我陪你一起承担 有什么呀 还好 叔叔 是不是嘛 嗯 非识的嘛 我觉得哥哥说了一点 哥哥来说 就你来说 不用小军来说 有什么关系 那哥哥说一点点 那就等 给我给我给小军打电 没话 那就说 我们就今天当着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等一下嘛 别着急哈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找到没有 自己是 阿姨哥哥 就 等一下哈 我现在给小军发小军 让他到直播间来说 别急嘛 不是哈 等一下 好不好 就把这个事情说了 我觉得没什么 喂小军 喂 我现在在直播 喂 你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啊 我现在在直播 你来 你来直播间嘛 把那个事情 给大家说一下 没事 我来 等一下 好 现在可以来吗 我那个 去直播间了 好的 那我黏你 好的 我就黏 小军嘛 没事 不要紧张 没事 我这边不吵吧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小军 小军 你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到你申请连线 小军你申请一下连线 不然我找不到你 在箱子 这样 这是稍微 哈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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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听得到吗 啊我听的到说吧 嗯 我妈也在 要不 小军 啊 你说 要不就把那个事情给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讲吧 小燕你们两兄妹 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吧 你 姐姐你说 不话 你们两兄妹说嘛 没事 怎么你没来 没事 哎有什么嘛 这个事情 对吧 你们又不是故意的 也是不知道 嗯 那个 没事小燕你先说吧 这个 对 我先说 啊 你说 我忙着个死 你又不知情对吧 但是我觉得小军你来讲这个事情 你又不知情对吧 你又不知情对吧 谢谢 我自己不知情对吧 因为是以前才发现的 你说的是 请点赞吧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 小燕的那个事情吗 是吗 他们都说让你说 哥哥 不是 不是我 是应该跟他说 什么彩礼 他在说什么啊呦 说嘛没事哎呦啥嘛 你们又不知情这个情况 就是小燕 你宝宝给你讲了的吗 就小燕这个事情吗 对哎说出来没事 要说说阿姨也知道 跟你们两个没关系啊对不对 你们两个都不知情 又不怪你们两个两兄妹 好了那 呃那我就是给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说一下吧 其实小燕 啊 也不是我 那个 亲妹妹 她是 小时候 就是我也是后来我爸跟我说 就是 才知道这个事情吗 呃 后面我爸就是收养的吗 那个时候 因为 当时就我一个人吗 然后后面 你们也知道我家里那个情况吗 然后 因为遇到 这个女孩子吗 挺小的当时 然后他们就 给他收养回来 对 当时 要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说的就是这个原因 呃 小的时候小燕 后面是小军爸爸跟小军说 小军才悄悄跟我说 然后那天我就跟小燕讲了 我没事 刚开始我听到这个信息其实我不是什么同样的我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 因为那个时候小咱们也不知道 我让小燕 我也支持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还是那句话 虽然说咱俩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你以后啊 也不能够让小燕受到委屈 你们最近 有在相互了解没有吗 有啊 我今天就是想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呃 都在吗 然后就想当就今天把小燕的声势说出来 我就想 对小燕之前那个妈妈也不是亲生的 对 然后我就想跟小燕把日子定下来 刚好你也在这里 虽然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你就是他的亲哥哥 一样的对吧 对 然后当就你也在 我就想跟小燕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好好的给小燕一个家 就给他一种安全感 我不想让他在四处流浪 虽然他现在才19岁 对不对 但是我既然他认定我了 我这辈子我也认定小燕了 所以今天情人节 我就想当就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面 承诺 我想永远地照顾小燕 就那么简单 嗯 那个胡姐 你再跟我逼逼一句 你试一下就完了 你说我没有志气 没有担当 你来 我敢 我跟你连迈你敢吗 你个小黑子 你啥也不是 狗东西 如果 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当着今天所有人都在 我还说一句 所有人都说我 忘恩负义 说二帅哥拍了我 后面他不好了 我没有你他或者怎样 我忘恩负义 小军 你也认识二帅哥 对不对 从一开始 我们一起认识彼此 我达伟 我有没有忘恩负义过 对你们 任何人 我有过吗 没有啊 我如果 我忘恩负义 如果没有 打委没有责任 我为什么走到今天 我直播间还是有那么多人 支持我 那么多人气呢 你们就是看不惯我过得 比他好吗 呃 叔叔阿姨哥姐妹 如果打委 我给二帅哥打电话 他你都不理我 我发消息 他回都不回 他不分就是看我现在 好一点了呗 觉得看不惯了呗 我必须比他过得差吗 难道 我不能给我 我妈妈那段时间 本来就生着病 我努力的挣钱收获 把我妈妈病养好 给了小军 给他们做账号 让大家都好起来 我有什么错 我和二帅哥一开始 就是因为理念不同而已 他有他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而已 我们是相互成就 我说的对的话打个对 没有谁占谁的便宜 因为有一些说话很过分 你们在二帅哥的群里 在小军的群里 说那些话以为我不知道吗 有些黑粉 你们做个人吧 好不好 我没有签你们什么 呃 如果说阿伯没有责任心的话 可能小燕最近她遇到那些事情 她可能也不会管 知道吧 叔叔还哥姐们 是不是 如果他们两个当时 也是闹了一些矛盾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 也分开了吗 这个她后面 因为也是责任心 也是对于小燕的 情感 她才会去管小燕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叔叔还哥姐们 没有没有 只是打尾是真的没有 他跟二帅哥走 只是两个人的想法不同 俗话说的好吗 道不同 不想为谋 我们不是一条路的 只是分开了而已 没有谁跟谁有什么之间的 别人想跟我签合同 我不签 我说我以前就是被合同伤害了 我现在我不想签合同了 所以就大家就 有些谈崩了吧 或者怎样 我就不想签合同 有什么错啊 我不想被任何关系束缚 那我有什么错 对不对 我就是不想签合同 以前我就是被合同害了 我一无所有 我现在 我我就是不愿意签啊 是不是 没事没事 那个达尾 你上次你那个 呃 三那个 没了 你们最近有没有好一点 小燕最近怎么还在 好一点了 你爸爸身体 有没有好一点啊 小军 最近好一点 他一直在坚持 去吃那些东西嘛 然后现在还好 小军 你最近 你爸爸嗓子 经常还咳了没有 最近没有了 因为上次就是 收回来那个 有些那个被母 我一直在给他嚼嘛 现在就没有了 我最近还带 我最近还收了一些被母呢 就 这批货 最近已经没有了 因为现在马上要入秋了 这个被母就很少了 然后我给他带了 小燕他还在咳 对你那个要给他那个多 他今天刚吃了 坚持要小啊 他今天刚吃了被母 叔叔阿姨 你们有没有也在吃被母的 就这个 那个了 因为四川的被母 他就是真的 黄色的 越小越好的 这种被母 他就是这么一个 中间圆屁股间 怀中抱月的 吃两三次 你们就明显能感觉哈 对 包括你们家的小孩的 你们就把他冲成 可以和奶粉冲在一起 给小孩吃 知道吗 被母他就指什么话什么的 很贵很贵的 因为小军也知道 他四五年 这么一颗 只长这么一颗 一层上 只长一颗 所以真的很珍贵 而且现在 药店的都是假的 又贵 卖三五十一颗 磨得很白 吃着 你们记住哈 吃的是酸的 然后是甜的 全部都是假的被母 然后你们在达尾这买的 吃着是微苦 回口是甘甜的 就一定是 宝洁阿姨 你经常 就一定要吃 包括你老公 一定要坚持去吃这个被母 对 每天干嚼三到五粒 小孩就一到两粒 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啊 所以 对 嗓子就不那个 不要说 那就行 对 然后我们给大家上的价格 一直都19950克 小军 你给爸爸 这几点每天都吃10粒 我给你爸爸带了半斤左右 明天我找车 找那个小车带回去 你一定要收到 知道吗 好 那个我先前那个 我只有几十单了 不多了 你们一家人最好都背一些 19950克 我们从来 因为我这最近 我收的一些 我自己也在直播 给大家带嘛 我这边就确实是 并不多了 然后确实你那发过来 我最近也要坚持去嚼 我爸爸 我爸爸他以前 就是以前没有嚼这个嘛 然后就是经常就是 三四点的时候 他就起来 他就一直那个嘛 那个嘛 然后就 现在一直在小 小军自己的背墓 已经卖给大家了 已经卖空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一次 我就给 石鼠带了一些 然后到时候 你给爸爸 一定要带一些回去 小军 我给你们带回来 包括你 你平时一定要少抽这个 以后 少抽这个 去借嘛 我借 对 这个可是 就这样